我的节目当中来到今天的职场最前线 我是小露 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时常邀请到在南部 然后很勇敢 很勇往直前的这些创业的职场达人们 那他们的创业 绝大部分其实都有辛苦的地方 但是我每次看到你们创业者来到我的录音室 大家其实都有一幅 就是我走过虽然辛苦 但是我觉得很值得 那今天邀请到这个品牌 不知道你跟我一样喜欢吃辣的朋友们 有没有试过他们家的那个辣粉 很百搭 日书型 我首先邀请到品牌经理 我们的潘丽静 经理早 小露早安 另外还有我们的产品经理陈颖恩 哈啰早安 也欢迎大家今天在我们的YT搜寻 因为他们带了很多很棒的产品 而且感谢经理 刚有在广告时间说 那个什么什么产品 你待会留下来给我吃 因为我只能说如果你爱吃辣的 你真的要试一下他们的那种 真的是有麻跟香的那个百搭粉料 关于吃我们等一下再聊 我们要创业 我们要创业 好 刚刚你们两个走进到录音室 一开始 甚至在我前面做功课的时候 我在想说 你知道有些时候是远房亲戚 要不就是青梅竹马隔壁邻居同学 就是很熟的人 对 然后才会比较说 大家可能聊久了 认识久了 然后就有一些想法 然后就创业 如果你知道现在创业也尤其 很多时候也会看到 夫妻创业容易吵架 兄弟姐妹创业 我拥有阿公的品牌 我爸爸的品牌 都很容易有很多的纷争 但是你们两个竟然没有这些渊源 你们两个是怎么凑在一起 而且创业快十年了 我先请丽晶晶你来聊聊 你两个怎么试试 好 我觉得我们两个认识 可能我简单讲一下 为什么我会开始走上创业这条路 我以前是护理师 然后后来我几乎都是自己接案 当特别护士 那当特别护士的过程里面 就照顾了很多上市柜的企业主 事业有成的老板们 对 没错 然后我就关在他们家 每天都在听创业故事 然后我听了觉得 哇 其实心里说真的蛮澎湃的 我觉得好像人一辈子 如果可以创造一个产品 或者是一个服务 带给这个社会价值 会有一种此生足矣的感觉 我当时会有这样的念头 后来我就是结束一段 那个护士的工作以后 我就开始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创业 因为我爸爸是在 在广播电台工作了五十多年 对 刚刚你讲 原来爸爸家父也是老广播人 对 他是老广播人 你知道我刚刚跟那个历境经理确认 他是李继准 爸爸是李继准 那个阶段的人 同辈 对 是的 所以你对录音室也不陌生 对不对 很熟悉 很喜欢这个感觉 对 好 所以离开护士的工作 离开护士的工作以后 我觉得我应该要去上一些商业课程 因为我爸爸给我的观念就是职人 要工作一辈子 因为他工作了五十年 在同一个电台 对 然后所以我就一直在 在上一些商业的课程 然后上在商业的课程 我就遇到了我的合伙人隐恩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隐恩你也去上课 对 哦 老天爷把一样频率的人 聚集在同一个场所 对 是 然后那时候上下课 反正就变同学就对了 而且我们刚好两个是分在同一个小组 然后我们那个小组 就是要共同从无道有 生成一个创业的项目 就是以前像我们在学校 老师就是叫同学 你们就是有不同组别 然后最后你们要有一个结案报告 对 没错 你们要共同去经历一个作品 真的 而且那个结案报告是要就是直接上台 然后对着下面的人 就是做那叫什么pitch 就是让大家愿不愿意投资你 他就是实战的 就是你要把他当成 现在台下都是天使投资人 对 你要有说唱俱佳的本事 把你的proposal 讲得让他很心动 然后他愿意直接好一千万 一百万拿出来 对 所以当下你那时候想创业 没有什么想法 但是你觉得应该去多增加这些商业的最新资讯知识 对 然后就认识隐恩 就遇到了很有想法的隐恩 隐恩那时候你在做什么 你为什么也是觉得我人生要去抛弃我的原来 然后我要想要去做一点人生不往此生的事 我一直想要做一个比较未来的事 比较新颖的事情 因为直到最后我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 隐恩你到底学什么的 学气管 企业管理 那也合理啊 你还可以讲在更早之前你学什么的 更早之前是学餐饮管理 吃的 对是吃的 那为什么你开始想是因为工作上你会觉得我不想当社畜了 还是我就看着身边的人每天都上班打卡 然后就这样子 应该说我比较喜欢做出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像我以前在餐厅工作 然后我也会去自己去发明一些东西 一些新的 那时候像那时候Seven还没有什么卖咖啡丼的时候 我就自己就是在餐厅自己做成咖啡丼 然后加奶油球 那时候没有人这么做 你知道讲听众会开始猜你到底几年次 他只是出道的早 我10岁就出道了 对因为你知道最近Seven 资勒冰复科了有没有 然后89年级生对他们讲是新产品 对我刚才点头点的那么激烈 对耶 对但是对一些五六七年级生对我们来说 那叫美好的回忆嘛 对好 所以那时候其实你在你原本的当时的工作 你就有很多很多 不要说天马行空 但是你也把它有点付诸实行了 对对有很多idea 到最后干脆自己出来创业 然后就是第一家就是 第一次创业就是开泡沫红茶 那时候还称为泡沫红茶 而且那时候没有任何一家连锁 真的那时候西闲路那个路口的 那一家的还没开? 还没还没还没 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讲哪一家 差不多现在那个年代就太久远了 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现在如果在听的轻壮跟中壮 那就是我们美好的回忆 而且在当时台湾90年代 对不对 千禧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整个经济状况都还不错啦 所以都还不错 然后我觉得像我的台南 故乡台南那时候泡沫红茶店 对也是雨后遵损有没有 现在有很多知名的其实根本都是从台南起家的 所以那时候你也曾经做过这么一段 对对对 而且应该赚不少啊 一个多月就全部回本 然后那时候我自己发明了很多饮品 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太年轻了 没有什么商业头脑 19岁 那时候我很想要做像Seven这样子的连锁 连锁插银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林安你心很大 你知道统一集团也是台南方的 你知道他的全省有几家 但是他们有商业头脑 那时候我没有 就是说复制的这一个商业模式 你还没有那么具规模性就对 所以后来就把成功的那个 就卖给人家了 就卖掉 好那算是你那时候也是年轻 真的就是借由自己的这些思维 跟创业赚了一笔钱就对了 小小小小 你知道以前的小小人家说 如果20年前30年前 我在那个信义区 那时候荒郊野外买一下 以前的几百万买买买个一块 现在都不是十倍的问题了 真的 所以隐恩你那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 刚好先手上开始有了一些资金了 然后做了泡沫红茶店也成功了嘛 对不对 以这样说的话 只是说那时候可能没有更好的企业或天使投资人 如果强强化你的气就是你的这些企划案的话 其实接下来可能接下来的那个什么一些差 什么50差什么就可能是你在台湾立足然后放眼世界 如果那时候有做 或者说刚好这个力量过来的话对不对 对 ok 好那你成功了 你觉得做完泡沫红茶店 那接着上来呢 接下来第二次就失败了 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我就开了一家 那时候叫宅集变 那时候真的还没有宅集变 还没有黑猫 对对对 我就叫宅集变 然后我是希望做一个茶饮店 然后我可以就是自己配送 很多对在很多地方就配送 就我失误 我跟听众朋友讲 怡恩真的算还年轻啊 但是 她说很年轻 对可是真的 你要说早就有这个想法 那你以后来去做了吗 就开始去想物流这件 就是怎么交通 对对对那时候还蛮失败的 就是说我没有去考虑到 冰块会融化这个问题 送到很远的地方 送到很远的地方 送到30分钟车程的地方 它就融化就不好喝了 很可惜 所以那一次就败北 对 多久的时间就决定结束 一年吧 一年啊 应该蛮煎熬的对不对 对 把我上一次的创业基金都烧完了 对而且后来还转型变成说 那不然的话 不然就反正店面在那边嘛 那我们就来卖资兔餐好了 反正附近很多很多上班族 是因为店面租约还没到吗 对 也是 所以就就地 好累哦 租资兔餐好累 好累对对对 因为光买食材烹调 对 然后甚至还会遇到特别的客人 然后自己还当大厨 然后当完大厨之后自己在卖 所以你自己又是厨师 对 然后你又是那个算钱的 呀呀呀呀 对 天哪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人生在那个当下逼到那个绝境 你这就是自己一条路 有一家好玩 那时候会觉得说 我不喜欢一直做同样一件事情 但是你一条路包下来你知道那是太累的事 所有事情都体力加脑力 然后还有加财务 对 对啊 你想起来很厉害 你知道撑多久 然后后来又有创业别的 那时候一年我就先把它收起来了 不能损失太多 没有止损的概念 那谢谢 所以后来你又去做了别的事 对 后来 后来就在网路上面创业 然后那时候会在网路上创业是因为 我那时候有在中途猫狗 然后救猫救狗 然后打扮了啪啪啪 洗得干干净净 然后再送养出去 就是中途 那时候花很多钱 所以早上上班 晚上做 晚上就做网拍 这样子 然后把它硬拎起来 拎了多久 拎了好多年了 那时候至少五六七年 然后后来就觉得 没有没有 我做了14 我大概中途13年之后 我想说 不行不行再这样下去 猫狗都救不完嘛 那时候我一直很想要说 希望台湾没有流浪动物 所以我就开始做一个爱猫孩宠物网 然后希望就是全世界没有流浪动物 然后这个理念 然后再写一些企划案 然后就去参加那个什么 USTAR的那个政府的教育部的补助案 影恩你在做那件事 影恩你在做那件事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应该要先再去赚更多的钱 真的 对那个是无底洞 你知道之前我们有另外一个DJ 他也是爱猫爱狗 因为他家养了最高养了二十几只猫 就是他们也知道 而且就是猫猫狗狗 现在他们没有健保 所以一旦有什么状况 其实很花钱 好所以 他就是被我拉来这个无底洞的 所以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然后就认识了历经经历 对因为他家的狗狗是狗一生 对就认识一拍即合 所以是因为毛小孩也这样结缘下来 然后越来越聊得来 对生命对人生的启发 然后觉得应该贡献点是什么 因为一个护士 他曾经在他的企业主那边 听到了很多激励人心的事 然后 品恩你是心里面也觉得说 人生其实我们走这一遭 有些时候你不去试 你怎么知道不可行 对 然后两个人就决定做点事 好那当然我们今天看到是日梳醒 这个非常棒 而且是天然的无添加什么 奇怪的这些添加物的东西 可是你们在创日梳醒之前 你说在那时候算是你们第一次合作 是做了什么 爱毛孩 对就宠物网站 对宠物网站 对那宠物网 我们在做宠物网站的时候 然后刚好我家人他们要退休 然后他们希望我接 然后他们是做 是做做做做 他日梳醒的前生 他素食食品 嗯 对 然后在全省算是还蛮多人吃过我们的商品 对 然后其实那时候叫素食咸鱼 哦 对 然后希望我回去接 传承长辈的手艺 对那但是那时候是传统 是传统食品 但是我喜欢新的 多久之前啊 19年多前 大概90 10年 你说我们接吗 没有没有 那个他们希望我接的那时候 大概11年10年的时候 2012 差不多 差不多 就我们在做爱毛孩那时候 对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做爱毛孩 你在忙你们人生伟大的志业 所以那时候家里跟你讲说 哎 颖恩回来把阿嬷的味道好好的传承下来 你又觉得他又是老品牌又旧 然后我现在也我的人生想法 也没有想要做这些东西 我现在在拯救我的毛小孩 对 所以那时候你们两个 你还是坚持就是先跟丽敬经理 两个先把毛小孩的这件事情 嗯 持续做下去 对 好 那是什么因缘巧合 让你觉得说 这时代不同了 我们可以把老东西 就像刚刚广告 我说我是台南人 对不对 台南人这十来年 你去很多的老街 有没有 然后有很多是 他是二代或三代的 他把东西 就是把他复古化 然后变成一个新生命 包含还有年轻人 你知道他去妇科 那个台南有很多的窗户的那个窗花 然后把他变成了那个杯垫啊 变成了不同的这些文创的东西 对 因为对我们台南来说 人家曾经形容过一句话说 他就是穿着旗袍 就是要有时间等待 他就是美的 有气质的一个城市这样 对这样形容我们台南 所以所以你那时候你是 所以你看啊 我在说我们台南可以这样包装 你觉得美 那人家阿嬷说 回来寄成我的味道 你说老 对 那你把他变美了 来来来 所以那时候你们两个 还是坚持做你们的毛小孩事业 那到底是什么key point的点 你真的觉得 阿嬷的东西 对啊 我也可以用我的商业头脑 把它包一下 包成这么有文青 然后用好吃的日书型 那时候因为是跟他合作 如果说是跟父母合作的话 那我妈应该听不到 你妈妈听这点 不会不会还好 她不会听 因为条件就是说 那我不要跟父母合作 我可以全权处理 我才要做这一件事情 你们都不要管 我要把它包成什么样子 你们都不可以过问 因为长辈他们不喜欢说外销 他们怕会被骗 会被吃掉 他们就是不想要扩张那么大 那是几年前的是 也是十几年 你们毛小孩是大概十来年前 毛小孩你是 那时候是几年创立的 2009 2009那时候做 然后后来是坚持了十年 他是一个社会企业 然后因为我们想要让知识跟资讯透明化 所以我们共同在我这边 我共同请了很多宠物的专家 什么训练师 受益师 漫画家 营养师 然后复健师等等 然后去让更多的事主知道怎么样好好对待他们的毛小孩 所以就不会有那么多气阳的问题 但因为我们不是NGO 我们很希望可以靠着自己 就是让这个网站做得很棒 然后所以我们在另外一部分有商业的模式 然后那是我们在 营养总是要做得很早 在十几年前我们做O2O 哇 那时候沟通成本很高 店家都听不懂 为什么要到网站下单 然后到店里拿过 营养你跑太前面了 对 因为他都一直在看新的东西 像数位时代 国外的这些 你知道就像这三年的疫情 我们才让很多南部在地的商家 他才愿意走电商 因为很多店家是会觉得说 第一个生理没要做很大 第二他会觉得说 网路世界好像太虚拟 我摸不着 他很贪心 他不踏实 对他怕说 我就是人来买 还是真的就是汇款 我就是出货 我觉得这是最踏实 但是疫情这三年 对吧 就是当人走不到你的店面 甚至也不知道你的商品的时候 那怎么办 你要拓展出去 大家只能关在家里面看网路 对不对 那他有需要这些产品 所以就变成了这三年 确实改变了很多商家 对电商平台的一个旧观念 或者是害怕的既定印象 OK 好 所以一开始你走太前面 所以我正在做欧土 欧还有浮喷达在做的事 对 关锋层门太高了 店家都跟我说 想着他要在网路上面买 我还要帮他送过 阿哥让他抽三匙 对对对 阿哥哥给人家服务费 对 所以这样停下来 我今天邀请到是日书型的品牌经理 潘立静还有日书型的产品经理 陈宇恩他们两个不是姐妹 不是亲戚不是同学 他们就是在人生的半路上面 遇到志同道合的彼此 然后决定携手合作 两个人去做有兴趣的毛小孩的品牌 然后中途还是被家人叫回来 可以的话把阿嬷的东西传承下来 那欢迎大家可以在YT上面搜寻 我们今天的职场最前线 我有开直播因为两位经理有把他们家非常骄傲跟优秀的产品 今天都秀在我的镜头前面 我还是要先推一下 因为有些金沙酱我有尝过 SO酱的话没有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差的是很多东西炒起来 有加上去的话会更加分 因为我光尝了他们的那个什么石麻香 那个粉我要跟听众朋友讲 如果说你有偶尔吃烧烤 但你跟我一样就是你试辣的人 我跟你讲喔 撒一点 你偶尔就是太久 两三天三四天没有吃到辣的人 你至少这一瓶 小小的一瓶真的很神奇 你就把它拿起来撒一撒 或者说我前阵子 因为不是一直下雨天对不对 你知道我把它加在泡面里 那个汤 好我们今天不是美食堂喔 我们今天是职场最前线 我先工商服一上 广告回来之后 继续来听这两位精灵 他们的创业故事 还有就是创业真的都看到别人在成功吗 然后人家有叠交的时候 或者说其实有一些辛苦过程 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且战且走的过程当中 然后去训练自己 我觉得武功是这样练成的 对不对 那不管是成功的经验 大家讲起来的时候都会觉得 最后你成功了 但是前面很多 就像刚刚尹恩说的 如果我的那边都没有跌倒 我怎么会知道后面要修正些什么 那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再来跟日书型的两位精灵了 他们也是调味的魔法师 然后还有就是 现在在饮食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去强调就是 我的食材尽量是原型食物 但是你有想过你的调味料 我真的有吓到在几年前之后 我就是看了很多调味料后面 有很多我看不懂的添加剂 然后后半段 我到最后我就自己尽量买酱油 就吃早餐 我再也不请早餐店的阿姨给我调味料了 然后自己买辣椒酱 然后自己买酸黄瓜 就是在办公室调自己的早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继续来专访这两位经理 谈谈他们的创业录 你看吧 你这么自然把故事讲出来 不用问我看访纲啦 其实OK 然后我 对啊 仿刚还没有他的呢 他本来是打算都给我 好 那个我觉得其实 这个单位我就更希望说 你们非常宝贵的 对啊 因为这是你们走过的路 这就是像那个 Elon Musk他在问的 他面试人就是很简单 你告诉我在你的职场的过程当中 你遇过哪一件最困难的事 你告诉我后来怎么解决 你讲得出所有的过程 你才是真正就是有参与过 而且他认为你才是有能力解 因为他说如果你不是会去解决的 你讲不出细节 你根本就是超别人的 以前以后找合伙人要问这个问题 对不对 真的 来 我的节目当中 直场最牵线 我是小鹿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日书醒的两位品牌经理 我们的潘丽静 还有产品经理 影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刚刚在广告之中也会闲聊一些事 你看聊起创业就知道 你们两个是自己走过的 就是一路走过来 就知道哪些在流泪 对不对 哪些心在痛在淌血 哪些时候是你们觉得很开心的时刻 对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就像市面上 现在有很多也是有创业人的书 甚至鼓励大家 就是人生我们就是担心到嘛 那一直在不断的往前走 我们不断的比昨天更老了一岁 你可不可以老了一天 然后可不可以就是在我 不知道他多长的长度的过程当中 但是我留下一些 我认为在我这辈子 我觉得还蛮骄傲的记录 所以影恩 我觉得你是还蛮努力实践者 对不对 执行者 对嘛 你遇到历经之前 你真的也做了蛮多事 而且蛮勇敢的 就是去闯 那你们两个到后半段 你也决定 唯一跟家里面确定的就是 我愿意回来接 可是你们都不可以干预我做 这个产品的新包装 对不对 好 那么 毕竟他是在继续忙着忙 忙小孩 还是他发现你这边忙不过来了 其实是我们还有几个 朋友 然后把我们家这个企业买下来 所以父母才没有那个 非股东者误问 对对对 你就是对父母做这件事喔 我觉得那是影恩的贴心 因为他觉得会有冲突 所以他愿意这么做 有时候知道心里面知道老爸爸老妈妈有时候 在看那个过程会很担心 然后很想很想 做点什么或者想要改变点什么 他觉得应该他们好好退休享受生活啊 对啊 而且那真的很辛苦 要去接 因为是纯手工 所以相当相当的辛苦 日书醒 舒服的书 你们有句slogan叫 一直书醒 美味 苏醒 第一个要卷舌 第二个不可以卷舌 舒服的书要卷 苏醒的苏不可以卷 一直苏醒 美味 苏醒 就是每天其实想到就是有这些美好的调味料 人家说的吃还蛮重要的 是 对啊 我也是一个吃到美食 以前我们在做很多什么签唱活动什么的 真的便当好吃 主持人就开心 对不对 就是大家上场就有精神 对 好 所以那时候就集结了 力竞经理旁边的朋友 大家变成了一个新公司的股东 其实是要推的坑 为什么 是他想出了这个计划 好吧我自己收尾自己做这个转折 就当时我们做爱毛海宠物王 然后后来刚刚尹恩有提到 他爸妈希望他回来接 然后他是很坚持 我觉得尹恩是一个聚焦的人 他会觉得一件事要把他好好的做好 对 然后是我 我比较天真 我就觉得我们身边有很多 我就说你可以干嘛 你可以 我可以跑业务啊 他可以当财务啊 他可以做什么 我就自己开始分配了 谁属外 谁属外 对 好 所以那时候其实有 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吗 就是我们两边其实是一起做的 一起在进行 然后这边我们接手过来以后 当时还没有日书型这个品牌 我们就是把阿嬷的商品 然后很多东西再做更优化 对 SOP做得更好 然后就是很多细节把它做更好 那就是稳稳的卖给原来的这些盘商 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努力在爱毛海这边 但是其实随着时间就知道 其实能够把一个事业做好都不容易了 何况是两个 你跑着跑着 两个 而且你们人上天下也不多 所以两位CEO老板 机欧 对啊 就是人你知道老天爷最公平真的是 人一天只有24小时 然后包含你还要扣掉睡觉 对啊 不要选马斯克 好不好 他后来推特有点忙 所以那时候确实也发现分身乏术了 是 我们就觉得应该要做一个取舍 把一边真的好好的做好 那因为在这边有传承 有工厂同仁这一些放不下 也有一些底在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后来其实是先选择 我们讲他是事业 先把置业先放下 真的 毛小孩你可以先把这边的大钱赚到 还是可以回去支撑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第一段讲的 毛小孩真的很烧钱 真的很烧钱 不过那时候我们觉得放下 也是因为我觉得 还蛮开心做到一个里程碑 因为包括像毛小孩这件事 在十几年前是我们先讲 那时候大家都在讲宠物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在讲毛小孩 把它当成就是家人一样的概念 比东森宠物还要有远见 这我就不好说 没有因为他们现在分店不是开一堆 然后都说毛小孩现在 因为大家不养真正的小孩 都只养毛小孩 他整个市场真的是破百亿 每一年的 每一年 好提供大家另外一个创业想法 但很烧钱 自己想一下 好 所以你们是决定回来先把 阿嬷的这些天然的一些调味 这些酱料 把它做的再更符合你想要的 没有调味跟酱料 阿嬷当时只有一只商品 是什么 素食咸鱼 是哪一个的前身 来来来拿给我们看一下 叮叮 咸蛋烧 很像乌鱼子这个前身 欢迎大家在YT上面 我们今天有开直播 两位精灵把他们家 很骄傲的产品都摆在我们的镜头前面 丽敬经理刚刚说到这个 咸蛋烧 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会广告跟你说 你真的是觉得吃素的人很可怜 所以你们做了一个很像OEG的素食者 好来讲一下 所以当时阿嬷就类似这一只的前身的商品 对 没错 阿嬷真的很厉害 可以发明这种东西 所以我现在看到的咸蛋烧的 它的形状模样是真的没有改变吗 还是说 没有没有 它只有升级而已 我就是叫它升级 升级版的咸蛋烧 对 没有至少给镜头看一下 也欢迎大家真的可以搜寻一下 因为你可能看点欧鹿鹿 对 然后里面有点放大 然后里面拿出来看一下 对 把它收起来 然后我再一下 它是外面海苔 里面是咸鸭蛋 对 哇 好 重点来了是 我刚刚看 我就是后来看到 这一些你们制作的影片上面 就是把它弄得很像 也是在烧鱿鱼子的过程 对不对 煎啊 然后弄蒜啊 弄萝卜啊 所以阿嬷当时只 只有这一个产品 但他真的就是还蛮畅销的 没错 听我朋友 很多人都喜欢吃 都喜欢这个 所以这个最主要都是在哪里销销 或者说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的这个餐饮上 素食 素食批发 素食性啊 对 他其实是一个很小众的市长 以前都是因为宗教吃素的比较多 然后这群人他们会到塑料行 素食超市 然后菜市场的某一些素食摊去买 会在这些地方出现 这些专门的素食者的通路上 所以阿嬷当时只卖这一位 没错 对 那这样子可能真的也太弱了就对了 你们回来突然间发现 其实阿嬷那个年代 他发明了很多东西 但是因为是这个东西太畅销了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就可以养活 就专心做就好 然后就专心做这个 然后那时候好像也有其他人想要说 不知道那个我们 我们把它卖到国外怎么样 但是那个年代的长辈 他们比较不敢做这些事情 怕会被骗啊什么的 对 所以他们就专心卖这一项商品 就真的只有在国内销售 对 然后就是卖给盘商 我们到日本去 有很多他们像京都 或者说在哪里 其实有很多职人手做的一些 他们的料理 他们也是坚持 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 真空包装有手做 很多他其实他也不会想要外销 是因为他们想要留住当地职人的 这个美味 然后他希望你每一年 可以的话 你喜欢你会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重新感受 因为有些时候食物跟环境是有相关的 对不对 好 那阿嬷这个东西 你就决定把它发扬光大 可是我现在在桌上看到琳琅满目 包含我刚刚在广告之前提的 石麻香的那个 真的欸 他一小瓶 听众朋友要再次强调 你跟我一样喜欢吃辣的 今天可能大家会觉得你在卖辣椒粉 你 但我必须讲的是 因为他真的是偶尔 那瓶是大瓶的 对不对 对 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有那种 比较迷你随身罐的这一种 有小麻城香 其实你真的就可以带着不管办公室 或者你要去露营 或者中秋节要烤肉中秋节 带着 真的很适合 对 因为你跟我一样 如果喜欢吃辣的话 我跟你讲 你撒在烧烤 或者说你偶尔买咸酥鸡 回家追剧的时候 你就撒一下 因为他会有麻跟香 不是只有辣 是麻香辣都有 然后我觉得那个味道 怎么讲 会叨的 然后后半段 我不是刚刚在广告有讲 我把它拿去加泡面汤 对 就是 点辣 果汤 对 会有那一个香气 但他又是单纯的 好 现在我们是那个 调理小教室 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说你们可以去 如果说有购买到认输型的话 你拿到这些粉 你真的可以这样子调味 好 所以现在看到桌上的这些 算是你们的一些主力商品 对不对 你是慢慢怎么去研发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 你也特别强调 两位是希望说大家是用天然的 对 其实我觉得最开始是因为 尹恩是一个很聚焦的人 所以他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 然后我们就会很希望可以多出更多的时间 我们就想说应该很多人都有这种困扰吧 那我们在多做吃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希望可以省下料理时间 你可以像我们煮饭其实是很花时间的 被料的时候 的确 那如果有可能一两道菜你可以很简单做的话 那这件事就很棒 然后所以呢 我们发现那个调味是料理的灵魂 很多时候不是东西不好吃或是不会煮 就是用错调味 选对调味料理马上就会变得美味 所以我们就开始很努力在做调味 就是做绿叶 但是他却是决定那道料理的好吃 那这件事情 关键的成败 关键在这里 就是你把 你知道就像现在很多 全点不是会卖很多调味好的酱包 什么三杯 有没有 麻辣 豆腐 调的好大家就买 对 但是你自己 好啦 我不多说 你自己翻到后面去看 你会吓到 所以你们是以当时的这个想法 有的人是不会煮 有的人是没时间 但是如果说我只要是买了新鲜的食材回来 在有限的时间 我用助攻的这个调味料 我就可以马上半个小时之内 可能就是三道菜 五道菜就上桌了 的确 而且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友善动物 因为我们全系列就是素食可吃 然后友善地球 往ESG这个方向去前进 对ESG也是我去年 然后邀请到专业的中纲 中纲的长官 然后还有确实他们也提到 现在社会以前都说先赚EPS 利润 但是你要现在要先把ESG做好 你才有后面的利润可谈 其他自然来 所以你们这个概念 以恩是你早就知道 未来或者两三年 因为碳 你要说碳足迹或什么 大家也讲了好多年了嘛 对啊 所以是在研发的过程 其实你也知道 迟早有一天这个环境 大家要重新重视 那我们如果从研发 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以后才能更省力吗 对以前我不晓得这个观念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我想要保护环境 保护动物 我们是有这样子的想法 然后所以说 我们研发的东西就希望就是天然 然后对环境好 对动物好 这样子 然后尽可能用在地 对 然后我们工厂的伙伴 也几乎都是二度就业或外配 所以其实有好几个都是符合 ESG这个方向 所以当时只是你自己觉得 你本来就想走这个方向 只是刚好在时事的改变 对 你觉得刚好 也一起可以 对 你在什么时候 你才知道说 其实未来企业的碳足迹或什么 你才精确说 哇 其实我一直也走在 走在已经符合时代的 同一条道路上了 那是我们两个一起知道的吧 后来发现 因为是别人 有一些是消费者 有一些是 有一些人就说 欸你们这样很符合 我说哦是哦 看说真的没有符合 是真的去年吗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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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才知道 欸我们也走在这个路上 对啊 因为我是去年访了一本很有趣的书 然后我就跟大家聊 ESG 然后国外其实早就在做 然后甚至有很多的一些基金啊 股票 因为大家其实 就是经济嘛 其实回来就是看未来谁最有机会 就像现在打得火热的AI 有没有 半年之内红红火火 然后才看到那一本书 在我们隔壁的陈敏看到 我回来就赶快把它抄下来 然后联络出版社 他就在提到说 其实有很多时候是 你要重新来善待这一个环境 你才会 大家以前以后要一起共生共存的 那环境不好的状况之下 例如说整个气候异常 我觉得大家都已经感受到 人类其实最终我们都是过客 那你在这个环境破坏的太明显 甚至你赚了太多钱 但人类最重要还的是 你必须用更多的钱把这个环境恢复回来 所以你会觉得人家说的走这一招的那个cycle 都一样 那你在忙什么 对啊 对不对 所以尹恩你当时就朝这个方向走 只是刚好在去年 因为去年开始更多人在谈ESG 而且今年的十月份 欧盟就要扣碳兵禁税了 所以也就是你为了要做外销的 你要到欧洲去做生意的 你就要符合他的碳足迹给的这些相关的资料 所以天然的食材是你当时你们的坚持 因为人要吃的 要天然 然后第二要友善环境 要照顾这些动植物 尤其是动物 然后创业了之后呢 开始慢慢的就把这些产品研发出来了 研发好难喔 产品经理来说一下 时间的关系 你挑一个 现在在桌上 你真的觉得当时 天啊 我大概三个 金砂酱好了 金砂酱喔 先跟大家说一下 它有什么成分 它成分很单纯 鸭蛋 鸭蛋香菇 芥花油 黑豆原油 紫菜 糖 盐 糯米 就这样 就我们至少听得很清楚明白的 平常的这些食材的东西 而且酱油米苓都可以超展开喔 喔 那时候那时候我为了研发它 我花了好多时间喔 因为我也不能说买市面上的沙茶酱 因为沙茶酱一超展开就很可怕 然后酱油也是 我只好去黑豆原油 但是黑豆原油很难 你很难去调味它 因为它太天然了 所以很渐的 我就要自己去自己去调 让它怎么样就是 比较好吃比较甘醇 因为黑豆酱油 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买的 是还有那个油清的 无底的 其实有分 因为它有分不同间层的 所以你还一个一个这样试 对 好 所以在这个过程 因为我知道像连那个阿能 你们都到跑到屏东去 对不对 对 然后去选那个 就是比较快乐的鸭子 不使用农市鸭 我本来在做功课 我心里面的OS是 两位金女你知道前阵子的蛋 对 对不对 大家来到历史新高 今年压力 上半年的压力应该超大的吧 对 大到不行 尤其去年 对啊 去年更恐怖 去年更恐怖 很垂直的上升 好你知道 今年也是 今年也是 所以 其实像中秋节 你知道很多 做那个蛋黄酥的 后来我有朋友他说他最近吃到是没有蛋黄或四分之一的 但是如果他没有蛋黄 他叫蛋黄酥要干嘛 这是我的疑问 对啊 蛋黄酥 好来来回到 所以你真的所有的现在在镜头前面看到的商品 金砂酱是让你觉得 这是最最而且是最印象深刻的研发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研发 对对对 施办很多次 对 然后 然后原本没有要 没有要做成金砂酱的 是后来 你当时是想法 施办很多次 就想要做天然的 天然的东西 然后就 发现没有那么简单 不简单 不简单 你知道之前我问过一些做食品的 然后现在大家就说 我又让他想要天然一点 我又不想放防腐剂 我又不想放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只为了让他延长时间 我希望他吃起来是健康的 因为当我敢吃的时候 我觉得我会更有资讯 卖给消费者 所以尹恩你就是一直要坚持 不能改变的这个点 对 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 只要加了某些人工的添加物 他就很好吃 但是这一个就是一年世纪 他可能就会有稍稍的不同 因为鸭有老鸭有新鸭 然后他的蛋质地也不同 对 然后香菇也是有冬菇有夏菇 对 所以一年世纪做出来的 可能会有些许的不一样 就是你觉得你品馆很难控就对了 其实对不好控 因为不是拉拉就好了 你夏天买日数型的金沙酱 炒出来的青菜 或者说炒一些肉 然后跟冬天款的 可能一点点不一样 这个就要那个味蕾很 我觉得很敏感的人 很精的人 我们同仁都很厉害 很厉害 就遇到什么情况 他就知道大概要怎么做 真的也会有消费者反应 有些消费者说 你们这一批好像比较辣一点点 我就说你不觉得这样好可贵吗 对啊 因为我用的就是因为真食材 对不对 光我家自己种的辣椒树 对 有时候就是辣度就不一样 对对对错 我真的用真的啊 对不对 对 好 时间的关系 因为我今天邀请两位重点来谈创业之路 其实真的已经没有只剩一两分钟了 来跟大家推荐一下 如果说因为刚好中秋节即将要到了 对不对 要烤肉的人 我真的强烈推荐一下 来来来快点经理拿一下 我刚刚说的那个石麻香 对不对 石叶麻橙香 对 它是由那个坚果再加花椒 再加辣椒 大概有十种天然香料 对就是麻香 然后还是有辣 对 但是它是一个这款很多不敢吃辣的人敢吃 对 因为它主要它其实不是辣 它其实是有一个香满感 香味十足 对 然后我们商品其实酱料跟这个 跟风味盐 其实都还蛮适合在中秋烤肉 对 对 但特别适合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的 而且没有过度的身体负担 没有过度调味的食材 对对对 原先食材 然后可以把我们家的 像姜盐柠檬盐 或是金沙酱 这个都很适合烤肉用 可以 或者是烤完以后上来淋一下 就很适合 对 因为这几年其实很多营养师也说呢 第一你不要沾了酱再去烤 所谓的致癌等等 他就是要用原食材 新鲜的食材 烤好之后再上调味就好了 对我觉得你们家包含你刚提到的这个柠檬的一些 柠檬盐 对 还有老姜盐 很适合 要烤蔬菜也很适合 说真的 你可以试试看 就是几罐调味料 然后大家会觉得同样 那不是妈买的肉吗 为什么你烤的这片特别好吃 或者你的玉米笋 为什么会这么好吃 真的可以注意一下 然后欢迎大家吃辣的 请你撒上我推的石麻香 真的 无辣不欢的人 这一品我真的觉得很百搭 然后金沙酱也是你们家的招牌对不对 对 还有SO酱 我一定要提一下 SO酱 SO酱是老饕喜欢的 老饕喜欢 对 SO酱它不是 就回购率最高的 海鲜的味道 但是它里面就是鸭蛋跟海苔 但是你就真的 这一点对 我还要再说一下 其实他们家有很多 就是调味料 吃素的不用害怕 对 你听到我讲SO酱 你也不要紧张 对 来 经理来说一下 SO酱真的就是吃素者 不用担心 我们其实九成以上的消费者 都是昏食者 因为他们根本不晓得 这是素食 对 是很有趣 对 所以如果说吃素的人 中秋节你会觉得说 哈 他们只能看人家吃烤肉或干嘛 你准备一些他们的素食的食材 然后带着这种素食的SO酱 跟我刚刚说的这些石麻香的粉 你就会发现 你就像个魔术师一样 东西会把原食材的那个甜味 还有香气 把它更引出来 对 好 那时间不多 最后问一下经理 他们如果真的就是想要买到这些食品的话 在你的创业之路这么的辛苦的话 他们在什么样 真的搜寻你们的官网吗 还是说在平常的一些什么通路 其实都会看到你们家的这些好产品 好 只要打上日书型 每日然后舒服的书 会让你未来舒服的醒过来 日书型三个字 但我们官网 那但有一个重点 就是只要输入UFO2023 是我们家专属的优惠吗 对专属的优惠嘛 然后就会有 就是全系列商品92折 然后599还会再送荞麦面 OK 哇 感谢两位经理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口福 对 那记得到说大家要搜寻 如果说最近刚好要订一些 中秋的食品的话 真的就要记得搜寻我们的 算是打折优惠嘛 对没错 就可以看得到 好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很开心 邀请到日书型的品牌经理 潘丽静 还有我们的产品经理 陈以恩 我觉得创业之路真的很辛苦 来最后两位再给想创业 现在在创业路上 他觉得他要撑下去 他也觉得他正在找办法 但是他我觉得创业之路 很多时候都需要彼此互相打气一下 两位来都给创业者一句话 其实我觉得做就对了 然后当你觉得很痛苦的时候 就代表痛苦快要过去了 哇 就是你在告诉他说 你现在最痛苦的过了 对 你现在要有一些欢乐的收果了 对真的 有些时候其实成功就是在前面一点点而已 对就是坚持下去 坚持 丽静经理说爱感情 你要坚持 颖恩呢 你前面做了这么多 有成功的 也有失败的 你的创业之路 其实也蛮丰富的 现在可能有年轻创业者 有中年转业创业者 就是我觉得创业之路 很多时候是孤独的 那你们两个很幸运是找到彼此 可能偶尔累的时候 都可以互相打气一下嘛 对不对 有很多人 其实现在更多人是自媒体 自媒体也是一种创业 对 颖恩 你当时自己一个人创业的时候 你想给一个孤独的创业者 什么样的一句话 想都是问题 做就是答案 所以你们两个其实 这样的理念也是一样的 对 不做不知道 做了才知道 我发现今天我讲他讲我的 我讲他的 那个 对 你们两个是真的能够很了解彼此内心 想要的 然后现在付诸实行给消费者 对不对 所以 孙鸡旁如果说 对 不管是创业者 我今天请到这两位 他们也是很坚实的 然后朝着他们想做的事情 然后做出好的产品 那欢迎 当然因为刚好要中秋节了 欢迎大家 如果说你也希望能够吃的健康 然后再用很简单的调味方式 能够吃出 算是食物的美味 你真的试一下他们家的这些调味品 你真的会惊艳 你真的会惊艳 尤其跟我还是推一下爱吃辣的好不好 我们记得试一下他的 湿麻香 好啦 今天这次谢谢两位经理来到节目当中 也欢迎大家上网搜寻日书醒 舒服的书 然后请过来的信 然后请你说输入飞碟的关键字 还有优惠 那如果有一些不会上网的听众要打电话吗 对可以打电话订购 073-71-2090 然后说是飞碟电台楼客订购 就经理现在就是说 只要是有听到广播的 你们愿意买到这些也是好的产品的 他愿意给大家更好的这些优惠价格 最重要就是呢 如果你也在创业路上的话 真的你也可以搜寻一下两位经理的人生故事 然后我们中秋理合就是针对企业 中小企业众公众都有优惠 也是说是有大众的 对 OK 小棕也是可以的 对 欢迎跟我们联系 欢迎大家上网也可以私讯小编 好 Flow 今天再次谢谢两位经理 来到节目当中给我畅谈 谢谢 谢谢요 谢谢小鹿 谢谢大家 拜拜